马来西亚国际关公文化节 昨晚在夏霹雳安顺登场 不过参与游行者因为挥舞中国国旗 引起了网民踏伐 主办方今天火速公开道歉 澄清这是一场国际型的文化活动 挥舞国旗是各自代表团的自发行为 不在他们的计划当中 霹雳州的警方也证实 游行活动没有获得准证 因此已经传照主办单位来问话 社交媒体TikTok流传的画面显示 一群人在霹雳安顺斜塔附近游行时 挥舞中国五星旗 随即在网络上疯传并引发争议 马来西亚观光文化推广中心会长孙独华 今天透过面子书贴文指出 作为国际观光文化节的主要负责单位 他代表全体理事公委表达歉意 孙努华曾经挥舞他国国旗 并不在主办方原有的活动策划中 鉴于这是一场国际性文化活动 来自各国的参与方 挥舞自家国旗是代表团本身的自发行为 他强调 国际观光文化节是一项在马来西亚 盛行多年的活动 除了霹雳州 柔佛 马六甲 吉隆坡 许兰儿等多个州属和地区也有举办 在每一场交流活动上 主办方都会挥舞大马国旗 作为彰显爱国精神的举动 霹雳州安顺的这场游行也是一样 无论如何他在次针对这起事件 引起社会不安和舆论质疑万二分歉意 并承诺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会更加仔细检讨和关注每一个细节 另一方面 霹雳州总警长拿杜阿兹兹在文告中表示 观光文化节并没有获得警方的准证 这项宗教游行活动是在昨晚8点到11点30分之间举行 吸引大约400人围观 警方今天5月12点39分 接获一名本地男子投报后展开调查 目前已传照主办方问话 并要求提交所有外籍参与者的资料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